好高興今天又來到華玉講堂 和大家分享一個專題 就是系統佛學 我們今天會概論 概論系統佛學的路線圖 是將佛教的十六宗思想作一個通識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精心博大 各宗各門各派 無論是初學者又或者是學了很久佛學 其實有時都是覺得實在太過精心博大 未必知道一個宏觀的概覽 我們中華文化經歷了128年裡的動盪 而這個民生凋零 直至到近這三五十年安定環榮之後 我們有一個任務是成仙啟後 繼往開來 將我們的文化傳承下去 因為累積千多年的佛教文化 多宗多門多派 但是真的要找一條入路 真的不容易 沉沉覓覓 怎樣可以有個宏觀呢 我經常講一個比喻就是 當我們去海洋公園的時候 不是第一時間 一進去就去紅貓館 第一時間就要拿一張游覽地圖 起碼知道整個海洋公園 有哪幾部分 有什麼重要 互相之間有什麼路 從這裡通去第二道 而不是一進去就去紅貓館 裡面 哇 國寶啊國寶啊 由朝到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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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後回來 然後其他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你是很喜歡很喜歡紅貓 根本只是為了紅貓而來的 當然是你的選擇 你的喜歡 但如果不是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佛學是什麼 即是說不知道海洋公園有什麼 你首先 拿一張地圖看了一個概覽 知道有什麼區有什麼區 喜歡玩機動遊戲的 就玩海盜船 機動遊戲 喜歡看海豚 表演的海豚 喜歡看鯊魚 喜歡看水母就是水母 諸如此類 喜歡看雀鳥就是雀鳥 有很多區 知道了之後 你自己懂得怎樣去選擇 最後選擇 只是去一區 當然你自己的選擇 又或者是分佈一些平均的時間 各樣都看一下 我們法學一樣是 大家學法學 有時候有些經驗是這樣的 有時候聽不到說空 有時候又說不空 有時候又說空空 最後又說要說不景空 正是龍樹 有個著作叫十八空 空都有十八種 頭都痛了 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有時候說空 有時候說有 有時候說不空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說穿了 是不同的中牌 有不同的重點 他們互相之間 又是重點上的發揮 所以有所重點上的強調 故此有時候說空 有時候說不空 就算空也可以有很多種 那就是為了讓大家 一開始就有一個清晰明確 那我現在就把佛教的十大系統 就建構起來 那這個我把我的建構 首先讀一次給大家聽 讓大家知道 其實佛教起碼有十個大的系統 現在先讀一些名字 因為下面就會陸續開展 陸續就會講解 所以不用心急 起碼讓大家大開眼界 讓你知道 可能你學佛學 其實只是在一中一門一派裡面 根本都不知道 原來佛教有這麼多個系統 建構了十大系統的好處 就是讓我們挑分理清 清清楚楚 知道各大的中派 就有這個好處 那也都讓你自己知道 你現在學的是哪個中派 你站在哪個中派 來講話 還有你知道自己處理著什麼問題 你是在收什麼 那也讓自己知道 那這個是需要有一個宏觀的系統架構 故此 我就先 將這十大系統的名稱 先讀一次 讓大家聽一下一些詞彙 佛教的詞彙 所以我們又叫做明相 實在是很多很多的 那當然這個是需要一個適應的時間 需要循序漸進 慢慢慢慢一步去正文分集 去潛移密化 這樣就比較容易學得到 我建構的十大佛學系統 第一 就是自性為實 自性即是自己的本性 相類似一個本體的觀念 為實 就是有一個實在論的本體 第二個系統 性空為名 就是這個存在的法性是空的 我們這樣講 其實是從為名論的觀點 為名論 純粹是個名字 不用這麼執著 第二個系統 就叫做聖空為名 第三個系統 就是虛妄為息 對世界的了解 是純粹因為我們的心色 而我們的心色是有污染的 有虛妄性 故此這一派就叫做虛妄為息 第四就是真常為心 佛教說我們的真心真性 就以這個真心真性 作為我們成佛的根據 就是真常為心的大系統 第五就是染症為念 無論是清淨的世界 或者是污染的世界 其實因為純粹是我們的念 可以一念無名 又可以一念法性 一念可以有污染的無名 另一念也可以有清淨的法性 這也是一個大的系統 第六就是法界為國 就是講國性論 講這個最高的國性論 這個妙國的世界 就是 國 國知道這個法界 法界法界 就是佛法的界域 就是真理的世界 佛法真理的世界 就是純粹因為我們的妙國覺性 原來就起現這個佛法界的世界 第七就是修善為定 善修善修 善修之所以要修 就是因為我們要專注 要集中 這個就是所謂善修的系統 第八就是念佛為定 這個就是淨土的世界 我們念佛的時候 心要清淨 我們想去也是去這個淨土的世界 所以念佛為定 第九 首戒為律 這個戒律戒律 這個主要就是 從事實踐 根據這個戒律 依從戒律去修善實踐 就是首戒為律 首戒律 然後第十 批像被修為脈 這個就是脈 密密修善的大系統 這樣呢 聽了之後 其實就知道佛教真的有很多的大系統 裡面當然可以是較小分iges 稍後我們會一一詳細做一個概論式的講解 讓我們有完 comen지� sake 一會兒細小解 一張很好的地圖 剛才你聽的時候 如果你正在學法學的時候 有可能有些詞彙你很熟悉的 也就是你正在收緊的部分 至於未聽過的部分 這次就可以打開視野 讓我們擴闊眼界 知道佛學原來如此精心博大 這個十大系統 我來自哪個啟發呢 就是印信法師很出名 在他的分類裡 他把佛學分為三大系統 是大系統 就是聖空為名 虛妄為息 真常為心 這些三大系統 就是印信法師所先區分 因為都說明是大系統 最主要 最重要 是這三個系統 當然 講三個主要的問題 這個當然可以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比較簡單 於是乎我順著這個思路 將它建立到正在上面的 所謂十大系統 而當中裡面 第二、三、四 性空為名 虛妄為息 真常為心 就是由印信法師 所首先提倡這三大系統 而其他那些 我就補足 以成為十大系統 由這個簡單的開始 我們開始將它全面化 由三大系統 建構到十大系統 是有理論上的根據 當然 今天我講十大系統 主要都是漢傳佛教為標準 我們漢傳佛教 是一個傳統來的 理論根據 就是根據天台宗 和花炎宗的大乘佛教思想 然後發展出來十大系統 如果有些常識 就知道天台宗和花炎宗 是代表著中國佛學 在理論上最高的宗派 天台宗智者大師建立的 就是從空中的入路 去到頂峰 而這個花炎宗就是發葬 研手 根據有宗的入路 就推到盡頭 成為花炎原教 無論天台宗和花炎宗 都是原教 原教即是發展到最頂峰 最頂峰的思想 我是以這兩個傳統 認為大家供應的原教系統 作為指導原則 然後就開展出來 佛教精心薄大 好像汪洋大海一樣 其實你在哪裏開始學 都像在一個忙忙大海之中 即是有時都不知道何去何從 又或者是進入了某一門 有一派 某一派裏面 只是守著那一門 那一派的家法 其實自己困在一門一派裏面 自己都不知道 亦都自己出不來 那當然你信奉那一派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想說是講學問 講個全面的視野 最後選擇哪一門 哪一派 當然是個人的選擇 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決定 個人的相應 然而我作為講學的 就是讓大家開闊的眼界 原來佛教是精心薄大 可以有十大系統 那這十大系統 就是有一個宏觀的入路來的 使得大家比較全面 快捷和有效 那還有我講的方法 是會成先啟後 繼往開來 為什麼由這一派出下一派呢 這個很重要的 它有inter connection 它有一個互聯性的 它有條路 講簡單一點 就是當每一宗 每一門每一派 去處理問題的時候 它有當代的問題要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到下一代的時候 它有另一些新的問題出現 它又要繼續去處理 又或者前一代初處理的問題 未處理得夠精思細物 未處理得夠圓滿的時候 然後需要繼續去系統化 精密化 論證化 然後用精巧細緻的思辨 將它完成 所以就要有一種成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關係 而不是每一門每一派都各自為證 完全沒有關係 故此打通這裏 就相當之費時間 我就三十年磨一劍 就是磨法學這個劍 現在就可以將這個研究的成果 研究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希望幫大家省很多很多的時間 而這個系統化學的特色 首先由雲觀 然後到微觀 由大的架構 然後慢慢精細地慢慢講 所以先開始鋪架構出來 將十大系統講一次 當然 是未作內容上的開展 所以為什麼由大至小 由雲觀到微觀 現在講我的方法論 講我的方法 和步驟是怎樣 讓大家不用心急 不用說聽了這個名詞 都不知道說什麼 馬上放棄 是不需要的 因為學習有先有後 是一種成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 如何將前面一個系統 過度到另一個系統 將它的節理 將它的關係 就是將它貫通起來 讓大家放心 我往往表達的方法 因為佛學太多名詳 太多尊有名詞 所以我會首先釐清 我所使用的佛學的概念 佛學的尊有名詞 佛學的名詳 佛學的名詳 我會先講解 所以你跟著跟著 就會跟到 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指出處理什麼問題 我們要處理一些問題 我們要面對問題 要解決它 所以有些名詞 有些概念 講出這個意思之後 就講它如何解決問題 然後就是 講解決問題的過程之中 很多時概念與概念之間 中派與中派之間 發展的入路與入路之間 是有個連繫的 顯示它那種互相之間的相關性 處理問題與問題之間 它有什麼關係 經過這樣的方法論 系統佛學的特色 就可以很清晰明確建立起來 讓大家知道 這裡就是 將它更加具體地 將十大的佛學系統 和佛教十六個門派 即十六宗 建構起來 這個就是 將 漢傳佛教裡面的中派 當然不敢說 就是 全部都 走破了 但是呢 就是重要的 需要知道的 都在裡面了 那我就分兩大的 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原創性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叫做 全式性的 原創性 的體系呢 就是原初佛教 這個原初佛教呢 一般人就叫做 原始佛教 他說的思想就是 因果為原 因果 因果呢 就純粹是 因為 因緣和合 有因 有緣 結果呢 就是組合二成的結果出來 那這個呢 是因果論呢 是原初佛教 最重要建立的 大前提 所以有人問 什麼佛教啊 那這個呢 就是講那個因果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 全式性的系統 全式性系統呢 總共有十個 正說那十大系統 那就是 現在呢 就將 各個中派呢 就是呢 將內容呢 就是 開發出來 就是十六個中派 第一 就是 智聲為實 這個就是 皮壇中 智聲智聲 用現代的名詞 即是本體 即是說 有實在的本體 這樣的一個思想 這個呢 就是 小成 皮壇中 皮壇中的皮壇呢 是 繁文的 形音 是 阿比達馬 阿比達摩 將它簡單一點 譯呢 就譯成皮壇 那麼 這個中派呢 就提倡這個實在論的思想 好 第二個系統 就是 聖空為名 聖空為名呢 就是從 為名論的觀點 為 名 那個名 純粹是個名 而已 我們不要那麼執著 那個 智聲呢 是 其實是一個名 來的而已 不是真的一個 有實在的本體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總剛性地止 那個呢 就是存在的 性質 存在的 法性 是空的 而且這個空呢 都不是一個本體來的 是一個名 來的而已 那麼這裡呢 就總共有三大宗了 第一 有小成空中 第二 有大成空中 第三 有大成的 空中的原教 具體說呢 第一那個小成空中 是指成實論宗 這個去講空 因為講個空呢 未夠透徹 未夠圓融 所以呢 就叫他做 小成空中 那麼 講得通透一點了 就叫大成的空中 就是大成的 波野學 那麼 這個就是 那個平時叫做空中 然後呢 就來到中國的時候呢 就有大成的波野學 那就是 2.2的大成波野學 就是印度佛教 的思想來的 而到2.3 中國大成波野學 加了中國 這個就是具有中國 佛學特色的 波野學 那又是新的思想 新的內容 新的判教 新的架構 那這個叫做三論宗 現在都是先提名字的 讓大家有個 雲觀的架構 還有重複 又重複 習慣的名詞 和概念 那麼聽多幾次 正文分集 呢 就才能夠 潛移物化物化 所以 就這個 現在這個 性空為名 其實是講 空的哲學 講空的哲學 然後呢 就講完空之後 就開始講回有了 第三個道虛妄遺識 就是講有 這個遺識宗 其實都有分三期 就出現三個宗派 初期的遺識宗 就叫做攝論宗 最初的 然後最成熟期 最黃金期的時候 就是發尚遺識宗 然後到了走向晚期的時候 就是有地論宗的出現 這個就是講有 而這個有呢 就是這個 是遺識宗為主 那個叫真空妙有 正說上面呢 就是聖空為名那套 這個大系統呢 就其實講來講 是想講真空 而遺識宗呢 就承認了真空 以真空做前提呢 就開創出妙有的世界 那所以遺識宗 是一個真空妙有的大系統 所以虛妄遺識呢 就是講真空妙有 而呢 就講完真空妙有 這個妙有呢 就是解釋現實世界的前在 又解釋這個 人的心識系統 然後呢 這樣我們就了解到 這個妙有的世界 那接下來呢 解釋了這個妙有世界之後呢 接著呢 就是講這個 真嘗正有的世界 因為佛教始終都是講成佛論 那來到第四 真嘗為心呢 是講如來狀中 去講什麼思想呢 就是講我們的心 講我們的清淨心 這個心是真心 是清淨的 是真常的 以這個作為成佛的根據 那發展如來狀中 就成為這個佛聖論 成佛的根據 亦都是分成早期 分成成熟期 和晚期的思想 那在這裏來說呢 就是這個 早期呢 亦都是地論中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然後接著去到這個 成熟期的時候 重點就是講如來狀 那個如來狀佛聖呢 具體來說就是如來狀的 自性清淨心 然後到晚期就講 裂盆中 裂盆佛聖 就是佛聖完成之後 那種圓滿的狀態 那這裏呢 就是 簡單溫習一次 就是聖空為名 第二個系統呢 就講真空 第三 虛妄為息的呢 就主要是講真空 而妙有 而 現在 真常為心這個系統呢 就講真常 淨有 因為這個是講他的心 第三個系統呢 就是講色 重點上是不同 但是都是講有 那 就 真常 淨有呢 就講他那種恨常的 真常心存在 那可以作為成佛的根據 那 還有呢 就是 這個 淨呢 就指 清淨無淨 以清淨無淨的佛聖 作為成佛的根據 以這個主調呢 來講解的 好了 那跟著呢 講完這個 就是 真心的系統之後呢 跟著為息中呢 就從這個 現實的世界 實踐的世界 就講那種 染症 唯念 成佛的根據 當然是 真心真性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呢 就是我們在現實世界 生日的時候呢 我們有念的 這個念呢 就是 有時是清淨無淨 有時是污染 那 所以 在念裡面呢 就可以有清淨 有污染 那就可以聚足一切法 那 就是可以呢 不捨不著 一切法 那 這個就是天台中的 就是 從心呢 就改為念 而這個呢 在花炎中呢 從念呢 就 再提升 到是覺 天台中的特點呢 就是講這個 實踐修行的時候呢 既有染 既有靜 天台中呢 就是 遊念 來講 我們那個實踐修行 因為念裡面 有時靜 有時呢 就是 染 所以呢 就是 啊 警惕我們呢 要保守我們的念 就不要想些污染的事情 不要想些煩惱的事情 那就是要我們去 修正 去染 那 花炎 中呢 就是提升到 覺醒上 念 跟各有什麼分別呢 當然這個 天台中所講的 染症為念 就是留意我們的念 這個是恰當的 那 提醒我們 有染有靜 不要亂想 念 不要起那麼多雜念 不要起那麼多掩念 那 最終來講 最後都是 道向這個 清淨無染的世界 最後呢 都是要展現 我們那個 超越的 覺醒 那於是 花炎 中 就在這個 覺醒論裡面呢 就是全力去開展 我們有了這個 啊 妙覺的境界呢 呢 就可以呢 就是 能夠呢 踐行出這個 佛法的領域 是體驗到 佛法真理的世界 那所以呢 花炎中呢 就是法界為覺 我們呢 有了覺醒的話呢 就可以 是 成佛 成佛 就能夠呢 是引證到 是驗證到 體驗到 那個 佛果 佛的 法界 體驗到 佛界 那 這個呢 就是 花炎中 所以由念 就提升到 去覺了 而第七 那個修禪為定呢 就是禪中了 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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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意思呢 禪定呢 就是在這個 上面 天台中 和花炎中 這兩大的 原教系統 就是在這個理論上 圓滿了之後呢 就通過修 實修 實淺 將它 淺行出來 所以 在淺行 修的時候呢 就要我們 專注 和集中 這個叫修禪為定 就是禪中的 特點了 而第八呢 也是實淺修行 的入路 那正說呢 第五 第六個系統呢 我們叫這些 全部都是理論系統 而 第二 去到七八九 尤其是呢 當然包括 十粒 密宗 這個重點呢 就是通過修行 實淺的入路 那麼 在這裏呢 有 修禪修禪定 禪助 第八呢 就有這個 念佛遺證 念佛 法門呢 就是淨土宗了 大家最 常聽的就是 阿彌陀佛拉念 那麼 這個其中一個 淨土的思想 好 再跟著來呢 就是 首戒 唯論 那麼 除了念佛之外 還有生活的規矩 還有生活的秩序 還有出家爭團的活動 亦都有這個指導的原則 或者是在 叢林裏面 山嶺 寺院 有自己的紀律 這樣的生活 那麼 這個於是 亦都是 成為一個 一個宗派 叫做 律宗 最後來說呢 就是這個 秘修為密 即是密宗 就是密密修行 但強調呢 就是 這個 秘修為密 這個主要就是 密宗密宗 就是相對於 顯宗來說 我們 漢傳的 基本上 其他那些都叫做 顯宗 而相對地 就是密宗而言 那麼 這個現在呢 就是大家 聽一下 那些名詞之後呢 就大概 原來佛教都有這麼多個系統 然後你就可能知道 你是其中 在其中一個系統裡面的 上面呢 就是不計 那個原創性的體系呢 就叫做十六宗了 原初佛教 就是平時我們就叫做原始佛教 那 原始佛教也好 原初佛教 我叫他的 其實不是一個宗來的 而是一個開創性的體系 然後呢 就先發展出 全息性的系統 那總共有十六個宗 那我在這裡解釋一下呢 原初佛教 即是釋迦牟尼佛 他是開創佛教的嘛 他不是開一個宗派出來 那些宗派是日後呢 就是解釋釋迦牟尼佛的思想 然後呢 就是執著一些的觀點 一些的角度 或者處理一些重要的問題 所以人家給他定一個名字 是叫做什麼宗 就是上面那裡的十六宗的名字 故此 原初佛教 釋迦牟尼佛教主所創造的 他是由無到有 而創立佛教出來 所以他不是一個宗派 他是一個宗教 他是一個體系 由這個體系裡面呢 就有五不同的系統 體系和系統有什麼不同呢 原初佛教是一個體系 不是一個系統 體系就是身體 身體就是很多不同的系統 好像我們作為一個人 有人的軀體 人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裡面有呼吸系統 有消化系統 有視覺系統 那麼那麼多的系統加起來 就成為人的軀體 人的身體 即是人的身體 軀體呢 是一個母體來的 母體 然後呢 就由各個子系統 所組成 那麼 母體和子系統有什麼不同呢 母體就是釋迦牟尼佛呢 是由無到有的一種的創造 一種創構性的思維 而其他的系統呢 就是對這個體系裡面 作出詮釋 作出解釋 當然有解釋上 有新意 當然它解釋上有重點 當然也處理了很多問題 所以 就變成了 體系和系統不同 就是這裏了 原初佛教是個體系 其他十六宗 是系統 而順帶提一提 地論中 就是由遺色中 過渡到魚內臟的一個中態 到最後 地論中 就沒有獨立地 再浮喘了 要不就和遺色中 融合成為正統的遺色中思想 另一個要不就 走向了魚內臟 清淨心的系統 這裏順帶提一提 後面也會詳細講解 這裏就是把原創性體系 和傳適性系統 作一個總結 原創性體系 就是由無到有 而開創一個新的領域 原創佛教是創造性的體系 不是一個中派 另外什麼叫做傳適性系統呢 就是由有 好 釋迦牟尼佛建立了 建立了思想之後 將它精密化 將原創性的體系 加以發揮 加以發展 來自建立一個中派 我們就問中派有什麼特色呢 有 凡是有宗有派的話 都是有個開宗的祖師 亦都有個傳承 那就是 好像我們中土的禅宗那樣 開宗的初祖就是淡摩 然後有二祖惠可 三祖珍賊 四祖道信 五祖雲引 六祖惠能 清清楚楚 這些就是 有開宗祖師 亦都有傳承 有這個特色的 那就是一個中派 那這裡 為什麼我 就將這個原始佛教 調整為原初佛教呢 其實原始佛教 最初最初是來自日文的翻譯 是日本佛學首先使用的 就用這個原始佛教 因為那個是日文 日文是漢字 那麼我們就中文 有本身中文自己的意思 用原始佛教 就是從中文來說 有時候覺得它有少少貶義 譬如說 你整個原始人這樣 當這樣說 原始的時候 是有著一些野蠻 很粗魯 很粗糙 很粗糙的意思 所以 這個是不夠精私細物 有這個貶義 故此 就是我們將 釋迦牟尼佛的原創性佛教 體系 叫它做原始佛教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就會覺得 嘩 釋迦牟尼佛的思想很粗糙 很粗略 不太粗糙 有這樣的貶義 就不好了 故此 我將它證明為 原始佛教 初就是初數 起初的階段 是客觀的描述 就不會令人聯想 一些貶義 或者負面的意思出來 而展現 這是一個最初的 開創性的佛學原貌 就是這個意思了 既然原初佛教這麼重要 我們將一些 原初佛教的 重要的基本資料 提一提 原初佛教 就是原創性的體系 釋迦牟尼佛的誕生 我們講一些 共許的說法 當然有很多考據 很多咬來咬去的不說 差了幾年一兩年 都不說 總之重點 大約都只是在西元前 就四百六十六年 至到四百六十三年 佛陀就是正覺 即覺悟 在菩提樹下 覺悟大約在四三二年 至四二九年期間 原初佛教 就是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佛陀正覺了之後 正覺了 開悟了之後 不是解釋 離開了 是他開悟了之後 直到佛陀面 即裂盤了 離開人世 那麼當年呢 就有第一次的 結集 那麼就是這個西元 前呢 就是四三二 以及三八七年 什麼叫結集呢 因為呢 因為呢 佛陀自己沒有註佛經的 反而孔子也沒有註論語 是弟子將他的 講經說法 就是呢 就是呢 結集 就是呢 大家 那些弟子呢 集中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 就是 講出時間地點 人物出來 然後呢 就說 當時佛講過什麼 就因為呢 不是一個人自己主觀呢 就說有講過 而是在場有人證 物證 然後呢 就將佛陀的 教法 佛陀的佛法呢 就記錄下來 就成為結集了的 就是佛經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些一些常識 有第一次結集 第二次結集 然後呢 後來的結集當然是 這個是 分歧了 這裡詳細不講了 那現在呢 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 系統佛學 系統佛學 因為佛教給人的思想是 好像很亂 佛教思想自身 當然是不會混亂 我意思是 給人的感覺 給人的思想 就是很亂的 很無系統 所以現在我做這個工程 就是建立這個系統佛學 就有路線圖 就將十六宗的思想 作出一個貫通的解釋 就是將這個中印佛學 就是呢 中國的佛學是來自印度的 所以是一個中印佛學 互相之間的關係 建立一個哲理的架構 就顯示出各門 各派互相之間 成仙啟後的一個 哲理的關聯 使得有一個精簡的 清晰明確 和一個宏觀的了解 了解佛法的思想 就是了解一幅地圖 很快出有效 明白佛理 然後作一個 繼往開來的發展 還有開展